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本利将军他身后遗留下来的生产 那也在家人之间造成了一些的一些的纷争 这就知道遗产分配到底有多重要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为你邀请到一些来宾 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怎么样能够不要发生遗产方面一些的纠纷 要该怎么做 如果真的碰到又该怎么办呢 好 一开始为你介绍 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 周围边第一位资深媒体员许胜梅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财经专家卢彦丽 大家好 律师张婉萍 大家好 律师李明中 大家好 好 那当然一开始呢 要先让大家讲 其实罗美这个例子算是好的 就是他虽然遗留下了 其实蛮多的一些的身家财产 但是没有造成家人之间的一些不快 或什么 因为他们家感情本来就好 那罗美处事呢 那遗产高达4亿 遗产税媒体估计说 可能也要6000万左右 但是重点是 接下来这些财产到底该怎么分配 因为罗美是突然走的 所以设美 这个分配还好 他们家没有出现任何分配 对 罗美媒走得很突然 这4亿的房产 包括了台北跟上海的几栋房子 那这个所有的财产 罗家都是由母亲 就是94岁的罗妈妈来继承 OK 光是遗产税 的确是蛮高 是6000万左右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没有任何的争议 那因为这个媒体报道当中 有提到罗美媒生前 他有提到他的大嫂 其实他大哥跟大嫂已经离婚了 所以也算是前大嫂 这有个感人的故事 因为他跟他的大嫂 感情非常非常大 过去他进入演艺圈 一开始帮珍妮办舞的时候 家人知道是很生气 爸爸跟哥哥一度就是 要走他 你赶快回来 对对对 他们不可以在这个秀场 做这些表演 那全家都强烈反对的状况之下 是他的大嫂 连夜把你知道 就等于是救他 你赶快离开 大哥跟爸爸很生气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 我认为是超越了 大嫂跟小姑之间的感情 基本上就是姐妹她 所以这么多年 他们都有联系 所以过去罗美媒也提过 但毕竟不是在遗嘱当中 他曾经提过说想 是不是把上海这栋房子 将来能够给大嫂 所以这个部分 能不能给大嫂 恐怕还是要罗家自己 来去处理 那罗美媒离开 大家都非常错 因为毕竟走得很突然 在她的灵堂当中 她的好朋友 当时有帮她办了一个名单 party 因为妹妹生前爱热闹 喜欢大家都来 然后陪着她这样子 可是在这个 她的好朋友们 到灵堂去上香 跟办party当中 他们会依据这个人的习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妹妹会喜欢抽烟 她也有固定喜欢的牌子 那朋友们是这样子 就会帮她上香 但是上香的时候会把那个烟 就当香 就让妹妹 可以这个 也享受到这个 她喜欢这个牌子 但有时候不见得 买得到那个牌子 所以就是可能 这个时候 上香插上去的这个香烟 可能不是她平常习惯的 说也奇妙 她喜欢的那个香烟牌子 每一次只要插上去 咻咻咻咻咻咻 你知道那个烟就很快 感觉就抽了 有在抽 那她平常根本不太抽的这个牌子 就是一般的香 比较慢 那你可以想象 妹妹是有在这个灵堂当中的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包括甚至于这个名单趴当天 大家也知道 因为要比较晚 有些摄影记者 因为毕竟媒体那几天 都要守在灵堂外面 也很辛苦 结果摄影大哥忍不住 就会讲 问这个文字说 什么时候要结束啦 拖这么久 类似这样 结果摄影大哥回去就梦见妹妹了 妹妹就来了 罗妹妹跟他讲说 多等一下会死啊 果然是妹妹的口气 她的口气很像 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 当这个亡者离开时 我们要去隐魂 那当时罗大哥到这个 妹妹的这个家里面去隐魂的时候 拔四次 都没有拔 一度就是很困难 甚至跟他讲说 妈妈很伤心 还是没有办法隐魂 是一直到罗妹妹的好朋友 云美人到了现场去 最后有完成这个隐魂的仪式 那云美人的意思是说 因为罗妹妹比较调皮 你可能要多说服她一下 她才可能离开 她比较熟悉的她的家 那至于就是说 她是不是有些遗愿未了 当然我们也不清楚 OK 其实真的 罗妹妹走得真的非常突然 但是有很多 你看到实物上一些的案子 不管说富商巨股或什么 都是走得很突然 走得很突然以后 当然你说会有一些其他 来不及做一些安排 或什么这些 所以有的就会产生一些纷争 当然还好 像罗美她没有这样一些的问题 但是讲到这些财产 婉萍 中国大陆的那些房子 怎么办 中国大陆的部分的话 因为它涉及到 两岸文件的问题 所以说他们希望说 台湾这边可能有 她的死亡证明 在户腾里面要做登记 然后全户的户籍成本 或者说她 有没有谁是要继承 或抛弃继承的文件 或是说如果抛弃 你的切结书是什么 还有全部的继承系统表 这相关他们所规定 你必须要经过 公认证的文件 全部都准备了之后 才送到中国大陆那边去 再经过那边的单位 不管是不动产的 或是说他其他 动产的地方的单位 去做公认证之后 才有办法去做继承 因为他们也是要 确认继承人是谁 怕说会有纷争 其实我们如果说 不讲是罗美他这个案子 其实你以类似的情形 去比 我举一个例子 像有一些人在做遗产 在继承的时候 会有其他的考量 譬如说 如果有一个家里面 是类似罗美他们家 这种状况 假设说突然走了 留下一堆遗产 那如果要是家里面的老妇 如果只有一个老妇 那老妇如果年纪非常大 假设你说九十几岁 那再来就是他的 如果他没有结婚 再来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那有些人就会选择说 让老妇抛弃继承 然后让兄弟姐妹去继承 你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想象吗 因为老妇就算年华正盛 就算他能够一路再多活个 二十来年 十几二十年 因为九十几岁 已经非常长寿了 那如果是如果他再走的话 就前面要扣一次遗产税 然后如果他再走的话 再由他的子女去继承 再扣一次遗产税 观众你知道吗 这样扣两次遗产税 所以有些人就会决定说 那就直接 因为我们的顺位是 直气血亲悲亲属嘛 再来就是父母 再来是兄弟姐妹 那如果要是 你没有直气血亲妹 譬如没有结婚的人 再来就是要父母了 那父母如果年税非常高 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说 是抛弃掉 由后面的兄弟姐妹来继承 还是你先继承扣一次遗产税 然后后面可能 再扣一次遗产税 有些人 就会做不同的一些的选择 OK 可是 这个里面讲的遗产税 同时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民众 有人会说他是最有钱的穷人 为什么 他继承到一大笔土地跟房产 但是他光连遗产税都交不了 然后那个遗产税也是个天价 所以他说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如果连遗产税我都付不起 那怎么办呢 我们法律规定说 你如果没有把遗产税缴起 其实你是不能够去分割 还有变卖 处分你那些的遗产 包含很多的不动产 所以你的就卡在那边 那有一些人他会透过人寿保险的方式 因为保险只要指定继承人的话 他就不算在遗产范围 所以我们也说保险有预留税源的方面 那如果那有一些人他就真的说 只能用就是 有一些人说好 那我就食物抵角 就是我就把我的房子抵给国家 可是大家知道 如果你用食物抵角的话 他怎么算 你的市 他不是用市价去算 对 那现在又比较好 因为以前是用那个公告限制去算 现在比较好 现在说 如果你可以提出 不动产估价师的估价报告 那他们国税局经过审核之后 他们愿意让你用这个 食物的那个计算的那个数额去抵角 但是 大家知道不动产的估价报告 跟实际的市价 还是会有落差 所以其实很多人 他会因为遗产税 他缴不出来 所以他的就变成是 OK他有那么多的遗产 但是最后 都被国家处分拍卖掉了 结果就是 就真的就是 坐在黄金上的穷人 然后你的黄金又被国家拿走了 你这样讲的国家好奸诈 你怎么突然把中华民国 讲得这么奸诈的感觉 但是说实话 那是真的 对啊 本来就应该这样 你不缴税 你欠的税不缴清的话 我当然是拍卖你的财产 当然 当然你讲得这么理直气创的 大家都知道是这样的 你问我没有财产 对啊 民中刚讲的就是 其实实物上面 当然你就是一个变相的 一个处理模式 但是说实话 那个价格之间 你知道那一定心会疼 那个是一定会心会疼 可是刚才 其实从罗美这个例子 讲到说跟前大嫂之间的关系 婉萍拉克前大嫂关系再好 但它就不是一个 法律的处理模式啊 没错 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说 我口头都讲了 最近还在问说 我脸书上讲可不可以 我在LINE上讲可不可以 可以吗 完全都不行啊 不行 这样不是公开了吗 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的遗产的这个 遗嘱的规定 其实我们有法定要件在 其实现在我们的民法里面 其实就只有五种嘛 对 就是自书公正 密封 代笔跟口售 只有这五种方式 所以说如果它用其他的方式 包括这个已经告诉很多人 甚至也跟告诉了大嫂 前大嫂 那其实都是没有效力的 一定是要用这个法定的要件 所做成的遗嘱 才有办法达到他的遗嘱的效力 所以你说如果是有很多负商啊 譬如说他会跟小三啊 或者什么讲说 我公租全世界告诉大家说 我有多爱你 我要把这个房子以后给你 或者什么什么的 然后我脸书也贴 然后我甚至写一个什么 只要我随便自己写一写 或者叫别人帮我写什么的 如果是不符合你讲 遗嘱的要件的话 那讲的都是废话 对 可是你刚刚有提到 叫他随便写一写 对不对 所以说自己写就可以 自己写就可以 对 因为他有可能符合字书要件嘛 全部都弄完之后 你就可以拿着 因为刚刚燕丽一直讲说 我自己在脸书上写 不算自己写 对啊 不是就刚好 对啊 常会有人问说 那我现在这么多财产 我要做遗嘱的记载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用打字的 不行 你还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去写 这样子 OK 好 那这个就是在现实上面 法定的规定就是这个样 可是刚才其实盛梅在讲到 罗梅在走的包括在过 他们办啪啦 或是讲隐魂的那个过程 学位 那个连几次隐魂都不成 真的是像有一些 是因为什么遗愿未了吗 当然这个遗愿未了是其中一个 那还有其他很多原因 你隐魂的方式不对 或者是你法师功力不足 都有可能 还会有法师功力不足啊 当然啦 我都花钱请你来做法道 你功力不足 有的法师晚上都在酒店 你觉得他功力会足吗 他只是穿着衣服 好像法师一样啊 他连经都不会念 真的吗 在现场你要练咒要干什么 都要有一个仪轨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那经都不会背 卵黏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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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就来 还真的听不懂 對啊 所以你整个过程没有完成之后 隐魂当然不成功了 那时候有心愿未了 或者是 其实我们以前跑新闻很多案例都是因为你 正在工作的時候 突然間你很瞬間就死掉了 那你不知道你的魂 人家講說人剛死的時候 魂是蒙蒙燒燒 所以人家才有說一個中英生 中英生的時間各宗教講的不一樣 那這段時間他根本不知道 他已經死掉了 所以他還在執行他未完的工作 像之前有個高雄市有個消防局 小隊長叫馮永昌 你知道他開了那個消防車 要出去救火的時候 突然被跟那個藝影車發生車禍 他是撞到就拋出車外死掉 你知道他們那天去招魂 他在現場招魂招48 48蕉 248 都沒招 你知道他們那天去招魂 他在現場招魂招48 48蕉 248 都沒招 因為什麼他根本就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他已經走了 他搞不好魂在旁邊 可是他也不知道你在招魂 是在招什麼也不知道 他就覺得很奇怪 所以他招魂招四個招魂招 那機率多低 可是你知道嗎 後來他那個法師突然間想到 就請他們那個隊上的那個隊友 尤其是他們那時候第三大隊的那個 大隊長叫王國泰 叫他來現場 請他來要現場 他在現場是講了一句話 他說說馮招 妳的任務結束了 可以休息了 他講完了 他們家的人半杯 連三杯 對不對 所以你說你看到很多事情 你說你 這個會有雞皮疙瘩 對 這個會有雞皮疙瘩 有些法師說真的 有些法師當然是兼職 我不否認他兼職他有功利在 OK 可是有些法師你要去打聽看看 真的有的都 所以很多為什麼宗教詐騙 從這邊出現 就是因為你對這個法師 不是很了解 OK 好 那觀眾朋友如果你不太了解的話 你有機會可以問一下丁學文 好不好 會比較清楚這些 可是我說實話 雖然從這個例子一路往下延伸 你說像如果每一他們家 還好沒有出現一些紛爭的一些問題 要不然的話 Yenry 你跑財經這麼多年 你看這麼多的那種 尤其那種負商巨股 只要是突然走的 不要說突然走 就算是安排好的 都還有很多現在在打官司的 更何況是突然走的 那就不得了了 超多的啊 王家 張家 這個官司持續在進行當中 那我講一個沒有見報的 這個我知道的企業家的情況 那這個企業家呢 因為當時是正職壯年 還不到60歲 他平常也都覺得自己身體很好 那也沒有認識太多律師朋友 告訴他提醒他要預立遺嘱 所以呢他也沒有預立遺嘱 那就幾年前呢 因為去這個國外出差 過程當中就心經梗塞 走得非常非常的突然 那老婆後世才辦到一半的時候呢 突然他的前妻就跳出來了 前妻帶了小孩就出現了 就跟他的老婆說 那個我們也有資格分這個企業家的遺產 可是呢這個董娘他就會覺得說 當時呢我跟我老公結婚的時候 他就是負債累累 那也是因為他當時負債累累 你才拋棄了他 那憑什麼現在這個大班的家 都是我 我們一起努力賺來的 憑什麼我現在要分你 所以呢 那董娘他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到底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那我也不知道是誰教他的 他當下突然就有一個idea 他就想說 那反正呢這個 我先生有一些房地產的資產 我就把其中兩間 在台北市最精華的那兩間 我趕快拿出來賣 賣了之後變現 那這樣子如果真的要分割財產的話呢 也就是前任的妻子呢 就不會有任何的一個分道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董娘會覺得 也許這是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現金找不到的概念 對 他會覺得現金 可能會找不到租之類 總之呢 而且當時董娘他想的事情 也很簡單就是 我趕快賣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跟房仲業者說 那我這兩間委託你們賣喔 然後為了加速 所以呢這樣好了啦 市價的七折到八折 沒有問題 你三天之內要把我賣掉 那房仲也覺得不錯啊 反正七到八的 我可以賺到這個佣金 我就趕快賣 可是我覺得這個前期 也蠻厲害的 他不知道是有安設間諜 還是有找真心事 我不確定啦 反正呢就是呢 當這個房子一拿出去 這個市場賣的時候呢 很快沒有多久 就是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奇怪這個房子怎麼突然之間 就被鐵門 就被潑漆了 那後來呢又包括了 像是其他的丟名紙啊 然後甚至是潑糞啊 那做這些事情 大家很容易理解 發生了什麼事情對不對 就是呢 就是要讓這兩間房子 沒有那麼快速的 去做一個成交 然後董娘呢 他當然就是後來呢 也去調了相關錄影 大家發現 奇怪就是沒有任何的畫面 可見的呢就是 對方是有心人士 而且是技巧高深 專業知識豐富的有心人士 你的形容詞真好 技巧高深 專業知識豐富 說穿了 其實你都沒有用到 包括黑幫啦 討債啦 類似這些字眼 對 因為我們不確定嘛 我也不在現場 但是專業 專業知識絕對很高超 對啊 因為我不在現場嘛 你為什麼要有專業知識 就是你拍不到 錄影機啊 對啊 他也知道攝影機在哪 要避開攝影機 對 你那個時候案子怎麼破了 好專業 對 後來呢 就是那個 前妻就直接跑來找董娘說 你不要翻什麼肉 你翻什麼我都知道啦 我們趕快來討論啦 我也不知道到底 我老公有多少錢啦 那你就是 先想辦法先給我一些就對了啦 他的意思是說 他身上有點急用 那你趕快先給他一些 周轉金 支付之類的 那後來董娘也覺得 那房子要處理 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的簡單 後來經過來來回回 討論很多次之後 就真的一口價 一千萬 然後呢 他的前妻就說 好啊 那我們以後就不要再跟你分 這些其他的財產 那我自己私底下有在想 就是說 可能他們有簽什麼 切結書 諸如此類的 嫌妻如果拿一千萬 民眾 如果他們是家大業大的話 那一千萬一定不夠 對 那所以一定要簽一千 要不然的話 因為剛剛有講 有一個關鍵詞叫小孩耶 他有一個小孩 前妻有一個小孩 前妻你沒有資格回來分 對 你分的原因一定是因為小孩嘛 他如果真的認證要跟你算 如果像那種 加大業大的企業家 那哪是一千萬能夠賭得住的 當然不是一千萬賭得住的 因為小孩他就是 就是小孩嘛 我就是可以分我老爸 可以分我老爸的財產 對啊 但是其實很多 很多人會忽略說 就是其實死亡也是 婚姻關係消滅的一個事由 那我們婚姻關係消滅的時候 老婆就可以先主張說 我要主張剩餘產分配 所以我遺產的部分 我先拿50% 因為我原本要跟你各半嘛 那我現在先拿一半 那你剩下的一半呢 我再跟你小孩評分 所以其實 透過這種方式 你可以在法律上 先把那個加大業大 先吃一半起來 然後大概你就是整個 如果按照那個 燕麗姐的那個例子 大概就是可以吃掉75% 對 那當然剩下25% 你這個沒辦法嘛 你只能分給他 而且其實很多人會忽略說 其實我們遺產的數額是 那個是在繼承開始的時候 就是你遺產的總數額 應該在那個時候就定了 所以我們一般在打官司的時候 一定都是會去查 因為很多人會事後變賣財產 就像剛剛講那個 然後現金你找不到的概念 不過這個其實會有涉及到一個刑事問題 因為通常我們登記在名下 死後都會被凍結 就賣不了嘛 所以大概就是借名登記的財產才可以 就是你登記在人家名下的財產才可以賣 可是我們常常會碰到很多 就是你敢賣借名登記的財產 我就告你背信 我用刑事的犯罪來去壓你說 我不要二十五我要更多 更多更多錢 就是不只法師要慎選 律師也要慎選 對不對 就是講 你看民衆講起來 就是講 對我們就是這樣子要把它 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但是他真的就是在處理起來的時候 為什麼在專業上面 角度看很多問題 跟一般人講的都不太一樣 可是如果真的講起來的話 你說企業家 其實不只是企業家 只要有財產的大概都可能 如果沒有講清楚的話 都會是這樣 而且每一次 你只要看到有這種案子 學偉最怕的都是 突然之間這邊冒一個出來 那邊冒一個出來 然後那種實務上 還有那種拿那個牙刷什麼的 跟你說你去驗驗看 那他就是你的小孩的這種 多了 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雖然流行說七十幾歲 是年華正盛對不對 對 馬英九就是嘛 可是無常什麼時候要來不知道 我真的看過很多案例 都是大概六七十歲 就真的就走了你知道嗎 而且甚至更年輕的 像這個桃園市有一個案例 他才幾歲而已就過世 過世之後他 你知道他媽媽就幫他處理後事 就幫他 你該付的該什麼 有銀行有什麼存款 是不是要清一清嘛對不對 一清之後才發現說 他竟然有多一個媳婦 他竟然不知道 什麼叫多一個媳婦他不知道 兒子過世的時候 幫他處理才知道說 他兒子已經結過婚了 可是竟然不知道有這個媳婦 後來去查了之後才知道說 原來他是十六年前 他兒子去大陸 娶了一個老婆 那有可能 娶了老婆更誇張 這十六年來他娘都不知道 他有一個老婆 我覺得是他娘可能是不想承認 這個媳婦 這樣比較合理 對啦 可是問題是他當然是講說 我不知道啊 因為他是在大陸娶的 可是後來他 查了之後他發現說 原來他在大陸娶了這個媳婦 回來台灣還有登記啊 登記為什麼你們都不知道 而且是彼此不往來啊 就表示說他這個兒子 娶媳婦的時候 他家裡面應該是沒有 沒有那個 他媽媽應該是沒有要承認 所以你看他兒子死了之後 開始這些錢的時候 他當然覺得說 他媳婦來他什麼都沒有 因為他如果媳婦跳出來的話 你要依照財產順位的話 那都贏媳婦的 所以他才講說怎麼可能啊 所以他當然講說 他不願意跟他在一起 不願意承認 他當作謊說不知道 可是我說實在話 我剛才也講過說 這個其實有很有錢的人 真的要找一點遇歷遺囑 我說真的 我有個朋友 他爸爸就是因為在外面 有好幾房 你知道嗎 他們家多好走你知道 他們家光手上蓋的那個大樓 那個房子戶數大概 我知道在新北市 大概就五千戶 五千戶啊 對啊 我以為五千萬 我本來剛剛還講說 那算什麼大樓 是五千戶喔 五千戶 你說一戶賣兩千萬 你算算看我也不會算 對不對 可是 我乾哥姓什麼 我要介紹你認識嗎 對… 太誇張了是不是 他年紀比我們小 小微歲 對不起 我乾弟 對… 下次介紹給你 可是問題是 他最近手頭很緊 為什麼 每次去聚餐都要我載他回家 因為他連車子都不敢開 為什麼 因為他家的財產 現在全部被凍結 因為他爸爸一過世之後 對不對 好幾房都跳出來 而且每個人都說 而且每個人更誇張是 每個老婆出來都有兒子 他們老婆很厲害 他家的財產現在全部被凍結 因為他爸爸一過世之後對不對 好幾房都跳出來 而且每個人都說 而且每個人更誇張是 每個老婆出來都有兒子 他們老婆很厲害 每個人都跟他打官司 都說你們家的財產有沒有 他連那些房子賣都不能賣 賣的錢也要放在一個那種 類似信托 我不知道請律師解釋 就是那個錢你也不能支用 所以他最近真的悶到爆 而且那個官司 已經打了兩年多 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不要以為你年華正盛 真的 早一點遇立遺囑 不過其實你看剛剛學位講的例子 各位你知道光差那個 差了多少 婉皮 天差地別 如果沒有這個媳婦出來 本來如果他的兒子也沒有小孩 沒有什麼的話 如果他的生家 我們隨便舉例 他的生家如果本來有10億的話 那就是他媽媽繼承 結果現在多了一個媳婦出來 他就變得他什麼也沒有了 就是應該是媳婦跟看有沒有小孩 沒有小孩的話 才會輪到他的這個順位這樣 所以說其實剛剛講到遺囑 遺囑力真的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然後我遇過另外一個剛好顛倒的 就是他們那個兒子在40幾歲結婚 然後一結婚之後保險業務員就問說 你要不要換受益人 正常會這樣 結果後來他就說沒關係 因為我剛好年底最忙 我就先不要換 然後大概等到3月底 我要去蜜月旅行回來之後 大概4月我再跟你換 結果他就整個忙完 到3月他再問他說 那我蜜月回來之後 我跟你約 改成約5月多 然後4月多的時候要跟他約 他說要再忙 然後5月要跟他約的時候 還沒約好 接到他弟弟的電話說 我哥哥突然間暈倒 現在在醫院你趕快過去看 然後到那邊的時候 他已經在底下冰櫃了 然後結果那時候 現在是不是要處理遺產的問題 他們才去發現 這個哥哥跟嫂子竟然沒有做登記 那這時候 第一個受益人沒改也還好啦 可是他遺產完全沒有辦法分給配偶 所以就變成媽媽全部拿了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 就問那個業務員 就問他說 那我要不要分一點給他 那這就是良心的問題了啦 真的好有良心喔 對啊 他還真的這樣問喔 他後來沒有給啊 他就說那其實如果他沒有跟他結婚 可能我兒子不會這麼早走 他還這樣怪他 真的 遇到遺產的時候 沒有登記怎麼可以怪他 對 因為我們可能以前會有儀式婚 現在是變登記婚嘛 你沒有登記其實都還是不算 可是他們儀式都辦了 儀式辦了但也沒有用啊 對沒用 OK 那後來那個就只能在我們的法律上 有時候就你到後面看能不能夠行使著給 對 要不要行使著給 但你知道那個就變成有點 有點恩寵的感覺 我要不要著給你一點 你知道那個法律上規定可以給你 剛才講的這些例子 再怎麼樣 還沒出現人命 是沒有 有的是為了財產搞到最後 人命都出來了 這個案子啊 今年的9月7號會再續審 OK 它已經打了很多年 它是來自於一個家庭 爸爸媽媽 兒子女兒就這樣 那父親跟母親離婚了 離婚之後爸爸是帶著兒子去生活 媽媽就帶著女兒去生活 從此也沒有再聯繫 那過了很多年 爸爸生病了 而且是重病 後來媽媽聽到這個消息 他們是離婚的囉 那聽到這個消息 他就把女兒帶回來 照顧這個老公 那老公的財產很驚人 有將近上億 那回來照顧的時候 因為我們都知道 通常病況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他意識也不清楚了 奇妙了 就在爸爸要離開之前 爸爸跟媽媽竟然再婚 就辦好了手續再婚 那結婚之後 爸爸就過世了 好 爸爸就過世了 照理說第一順位 結婚之後爸爸就過世了 對 你這樣講有點恐怖 有斷掌 你這樣講有點恐怖 後來有判決 兒子 做兒子的 立刻對媽媽跟妹妹提告 因為這個婚姻 是在爸爸的意識不清楚 所以這是一個欺騙的行為 婚姻無效之訴訟贏了 但是我要先講 他告他的時候 就等於官司在殘送嘛對不對 他們媽媽妹跟這個哥哥 是住在同一棟樓的 爸爸已經過世了 等於是爸爸財產還在 官司訴訟的分配當中 然後大家還要住在一起啊 對 沒辦法 我們祖產就在這 我們就在那棟樓嘛 好恐怖喔 沒完要鎖門 對啊 更恐怖的來了 那接下來就有一天 妹妹出去買便當中午的時間 她回來的時候 媽媽已經倒在一樓的樓梯 而且死亡多時 可是妹妹第一時間看到 當然立刻去報警 可是妹妹去報警的時候 卻說 趕快來 現在我媽媽被我哥哥弄死了 是哥哥把他推下樓 所以媽媽死了 他是第一時間這樣講 那警銷來的時候 媽媽的確死亡多時 媽媽到底怎麼死的 那妹妹說是哥哥都會打媽媽 然後哥哥把媽媽推下樓 但請問 第一 那個樓梯顯然沒有監視器或什麼 總是你沒有進一步的證據 能證明是哥哥把他推下去 他也有可能自己要下樓疊下去的嘛 所以有關妹妹 對哥哥的指控沒有辦法起訴 因為你沒有進一步的證明 是哥哥做的 好 媽媽過世 那要辦喪禮 那各位 雖然我們在禪送當中 但兄妹總要去出席媽媽的喪禮嘛 對不對 牧師 就是喪禮結束了 牧師私下來找哥哥 就跟哥哥講說 我不知道我該不會告訴你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你參考 我告訴你 他說 他說有一天 他接到妹妹 傳簡訊給牧師說 媽媽摔下樓 關節都變形了 那仔細看傳簡訊的時間 是妹妹去報警的前面30個小時 妙了吧 真的真的 這個簡訊有變成呈堂證 OK 那哥哥一聽意思是說 那那是 是媽媽掉下去的時候 你根本是看著媽媽 對你知道 然後30個小時以後 你去報警 還說是我推下去的 對 遺棄致死罪 對 那現在這個案子還在纏送 真的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消息是 妹妹說 妹妹的解釋是說 那是一個噩夢簡訊 他沒有辦法解釋那個簡訊 因為有簡訊嘛 他說叫噩夢簡訊 什麼叫噩夢簡訊 不知道啊 叫桂坎 夢遊 夢遊發的 我並不清楚 我再補一個 他去報警的時候說 我哥哥把他推下去 那警察總要問你哥哥幹嘛 把媽媽推下去 他說哥哥為了要拿媽媽的遺產 所以有這個理由 有殺人理由 可是在整個事情爆發 開始纏送之後 前面一個判決下來了 當時媽媽跟妹妹 不是被哥哥告媽 那個是成立的耶 也就是說媽媽跟 很多婚姻的那一段 對 媽媽無權去繼承 爸爸的遺產 你的意思 我們只要把他整個串起來 就是哥哥已經知道 媽媽沒有辦法繼承了 因為那個判決下來了 對 所以他有什麼道理要去推他 是 是不是 是 OK 好 那這個案子 因為剛剛講說到9月份 還會再審 但是民眾 這個只能告訴我們 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如果有在 財產紛爭的時候 千萬不要住一個房子裡面 因為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這個案子不知道 但是總是避免 可能會出現的道德危機 但是另外一個 就是剛講那個確實是 這中間在法律上面來講 有很多可以認真的地方 對啊 因為我們其實 法律上有所謂 喪失繼承權的室友 那你如果是故意 故意殺害 像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妹妹 如果我們講的是媽媽的遺產 先講媽媽的遺產好了 如果今天是妹妹 她看起來像是 她可能我們推定 她可能就是遺棄致死 如果按照那個案例裡面 但是我們法律上 要喪失繼承權 你必須是要有殺害的故意 故意置繼承人 或是被繼承人於死 那有致死結果 或者是沒有致死結果 但是被法院判刑 那所以像剛剛那個遺棄致死的 因為我們通常 法律上講什麼什麼致死 那就表示死亡結果 其實是沒有故意的 就是一個過失 她只有遺棄故意 但是她沒有讓她死的故意 她那個死亡結果可能是過失 所以其實在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妹妹雖然她可能形勢上面 她會成立犯罪 但是不是所有成立犯罪的行為 她都會讓她喪失 對媽媽的繼承權 那當然這個案子 到底妹妹是不是有遺棄致死 這個案子還沒定論 就還要再看往下審 對 還要再往下審 不過這所有像這樣一些情形 好 如果啦 我們就假設一個狀況 如果真的是妹妹看到這個樣子 然後到最後還跟警察 講說是我哥哥把他這樣的話 那民眾另外那部分就是誣告 對 就是誣告罪 那麼誣告罪是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可是其實實務上面 大家都不知道誣告罪 有一個很特別的效果 就是因為它是 罪重本刑是五年以上的 所以一般我們講說七年以下 那法官可能判你兩個月 那我們一般不是說什麼 六個月以下可以益科罰金 那個繳錢就算了 抱歉 誣告罪如果你成立了 即使法官判你兩個月 你在法律上你是不能益科罰金的 你不要坐牢就是了 兩個如果你是犯誣告罪 即使你被法官判三個月 你基本上就是要進去關喔 除非讓你什麼益福社會勞動啦 但是沒有辦法益科罰金 所以你去看實務上 誣告罪的有罪判決 都是犯誣告罪 有期徒刑兩個月 後面就沒有益科罰金的宣告 對 所以這個實務上面 是一個很特別的犯罪 所以順美你擔心這件事嗎 他剛剛有點擔心 對 你剛剛有點擔心的樣子 就覺得一定要這麼好 不擔心那個告我的人啦 這樣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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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剛剛的表情 讓大家有點疑惑 我只是問一下 OK 其實講羅本利 羅將軍 大家應該 尤其我們當兵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詳 OK 對中華民國來講 他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一位將軍 但是沒有想到 你說生前我有百萬大軍 我都能夠處理得好 但沒有想到就是身後事 還是產生這樣一些紛爭 羅本利將軍他說房子 傳子不傳女 然後結果後來 他女兒跟外孫入住以後哀告 是因為他們覺得不服氣 對啊 因為這個案子 當初出來的時候 就覺得說 羅本利將軍 開玩笑 1996年台海危機的話 全台灣那個那時候 所有的明星都是他安的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他後來退役的時候 青天白日勳章 就表示說那個軍人的地位 是崇高 是很偉大的 對啊 其實剛才那個張律師有提到說 他有自書遺囑 他曾經有遺囑就是說 他寫什麼 他把這個房子 要給他的兩個兒子 OK 那為什麼只給兩個兒子 不給他女兒 他的長女應該照理來講 也給他 可是他在遺囑裡面 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他的老婆在2013年 中風完全失去意識的時候 有沒有 他這個大女兒在那一年 就趁於外出離家出走 將其母全部銀行存款 黃金賺借存折有沒有 全部什麼 股票手勢全部侵占帶走 所以他覺得他這個大女兒 是什麼不孝不義不親 所以這個時候照理來講 我不應該再把我剩餘的財產 再分配給他 可是這個案子 比較誇張的一點你知道 他這個繼承之後 他的大女兒就心有不甘 精華區的房子 即使是舊房子也很值錢 對不對 為什麼女兒我們不能夠分 所以他那時候很不爽 而且他打聽到說 他兩個弟弟都沒有住在這個地方 OK 他竟然把他的戶籍 跟他的小孩的戶籍 就牽到那個地方去 牽進去住之後 他也常常跑去那邊住 就慈同等於 辭職占領 對 就是侵占在這個地方 站在這個地方 那後來他兩個兒子知道之後 才發律師函通知他搬走 我還把那個門鎖全部都換掉 這等於幾乎是我家 你說 怎麼可能我住在這邊 你叫我走我就走 所以後來是這樣 是去告他 這說真的 有時候真的一定要用非常手段 我們要幫你傳來問的時候 你才承認說 對啦 我設法非法侵占 所以他這個案子最後的判決 是暫不執行 雖然判有罪 可是暫不執行 就希望 因為他也承認 而且說實話 這種家庭的家務事 如果能夠和平解決的話 我想法官也不會 故意要去執行 那如果剛才講說 那個前參謀總長 羅總長的這個案子 我明明他的兩個點 第一個 就是如果真的講 像羅總長講說 他自己寫說趁於外出 然後離家出走什麼 將他母親什麼什麼 這是講他媽媽 對不對 所以他講的是他媽媽 剛才講說 如果要是我不讓你能繼承的話 是你要對我 是不一樣的 要有包括侮辱或什麼 我剝奪你的繼承權 可是他講的是 是他的太太 就是那個女兒的媽媽 這樣子的話 也可以剝奪他的繼承權嗎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 他就是你必須是針對於繼承人 或被繼承人可能有 故意要去自死或什麼 自死發生繼承的結果 或是侮辱什麼這些 對 才有可能有這個問題 可是這個部分 好像是對於被繼承人 就是羅將軍這邊 可能我沒有聽到這個部分 可是他認為他用這種方式 去繼承他 可能他要舉出更多的事實 去證明他可能對他有不孝 有侮辱 就是一定把他的繼承權 把他剝奪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如果要是被繼承人 假設說兒子的那一輩 假設對媽媽跟爸爸 如果這樣 就是他們是繼承人對不對 如果要是他對媽媽 然後很好很好很好 然後對爸爸一天到晚鬼鬼叫 或是極盡侮辱之能事 那如果要是這個樣的話 我對這兩個人態度是不一樣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也只有爸爸這個地方 然後我可以剝奪你的繼承權 媽媽不能說 你對我的老爸這個樣 然後我不讓你繼承 不行 雖然這個例子太極端了 可是你知道小孩有時候 他會是這個樣子 他從小就被分化了 有可能 如果說是他 其實他並沒有對他不孝 對啊 他也沒有對他耳不禮貌 那媽媽原則上不需要 或者說他進到訴訟 我覺得他不大容易被 因此而被認定 他是剝奪他的繼承權的 所以說他原則 如果說媽媽真的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不會被法官採信 好 OK 現在實務上或是在社會新聞 你看 燕麗 有很多都是 尤其那種大家族 那種分完財產以後 才突然有人發現 我怎麼算 都覺得我老子的財產 不應該只有這些 對 原來你們還有哪一些什麼 有很多現在出現的都是這種 對 真的是案例太多了 那我講一個 我們金融界的前輩 一位女強人 其實每次我們聽到他的名字都會 小溪立正 對他非常非常的肅然起敬 他因為這個財務的觀念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他們家族的錢財 一直都是由他在管理 就他先生這一脈 也是個望族就對了 然後這個資產 也非常非常的雄厚 可是他公公晚年 就是得了失智 所以這個精神的狀況 一直不是很好 那財務當然就是由 這位女強人就是媳婦 在做一些掌管 公公第一代老婆往生之後 他又娶了一個老婆 所以對這位女強人來說 他就是祭母 他的公公呢 因為在這個細心的招料之下 其實蠻長壽的 一百多歲才往生 真的是很長壽 公公往生之前 其實大部分的財產 也是有預立遺族 也都分配的差不多了 那可是呢 就是後世辦完之後呢 祭母就婆婆突然想到說 對喔 好像我記得還有一大筆黃金 是要留給我的 那這筆黃金到底去哪裡了呢 這個下落不明 所以他就跑去問這位女強人 就是問媳婦說 那個黃金呢 黃金是不是在你那邊 我記得有好大一筆 那媳婦就很老實的回答說 是啊 是有一大筆的黃金 然後這個 不過公公那個時候因為生病 然後龐大的醫藥費還要找看護 這個太多了 所以公公有說有授權我 可以先把這個當中的 一部分的黃金拿去賣 所以我前前後後賣的大概是三分之一 只剩三分之二的黃金 那婆婆又繼續問他說 那三分之二的黃金大概是多少錢 後來他們去了解了一下之後 發現不得了 三分之二的黃金在五年前 已經是價值七百五十五萬 好 所以婆婆就覺得說 當時我老公還在世的時候 他有承諾給我 可是這位媳婦就說 沒有 公公沒有交代說要給你 公公那個時候 彌留的期間 彌留之前他有特別交代我 他說因為我這個頭腦比較好 所以還是由我來負責管理就對 那顯然雙方就都不攏了 因為那個金額實在是 也不是很小的一筆數字 價值七百五十萬的黃金 所以後來雙方就決定要 對不公航就走到法院了 那確實在法庭上面 雙方都提出了證據 我覺得媳婦也蠻能幹的啦 媳婦就提供了錄音代檔 那錄音代檔的內容 我原封不動念給大家聽好不好 大概意思是這樣 就是他就問公公說 有沒有黃金啊 公公的回答就是 有有有有有黃金 然後接下來公公又回答說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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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用不到不用給 不用給 意思就是說不用給阿姨 然後接下來這位女強人又問她說 確定真的不用給阿姨嗎 然後公公就說 對對對對對 不用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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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聽起來好像就是 順理成長就是公公真的有交代 不用給黃金 給他的另一半 可是婆婆這時候 也拿出了有力證明 這個證明就是 公公有寫一張紙條是 我所有的黃金 留給某某某自由處分 結果判決下來 全部歸為婆婆 因為法官的想法是 他覺得那個錄音檔機 有可能是在公公議事 不是那麼清楚的時候 經過設計的對話 當然這位女強人 我還是非常尊敬她 我們只是把加入事 拿出來討論一下 雖然沒有成功 你還是很尊敬她 對 我很尊敬她 對 因為剛剛講說那個錄音 尤其剛剛那個問的聽起來 也覺得有點那種誘導 其實我們長期以來 如果真的講的話 民眾如果你要當事人要做 包括不管是遺囑以外 假設擔心有那個意志 清不清楚或什麼 如果要全程錄影或什麼 你會建議他們怎麼做 民眾如果你要當事人要做 包括不管是遺囑以外 假設擔心有那個意志 清不清楚或什麼 如果要全程錄影或什麼 你會建議他們怎麼做 因為現在手機都很方便 都會建議要錄影 我們現在幫當事人做遺囑 我們都會盡量全程錄影 而且他錄的不是說 我只focus在你身上 我是一個錄開放式的 就表示說其實 沒有人在給你引導 或者是 這完全就是 完全是你的自由意志下去做的 那所以其實在錄 如果你有整個全程錄影的話 那其實在這個證據的 應該是說證據力 還有就是關於你的意識狀態裡面 因為你會在法律上面 你的矩陣會比較強 不然如果只有錄音的話 我們有碰過就是說 其實你這邊覺得他清楚 我這邊覺得他不清楚 然後大家又去調病例 然後你知道因為人老了 總是會有一些 就是一些衰退 你的病例上面不可能 完全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大家就要開始去吵 那個病例上面的那個病症 到底是不是會影響到 什麼心智能力啦 認知能力啦 其實這些就會耗費 非常多的訴訟成本 OK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如果你要做全程錄影的話 錄影的話 那個時間也麻煩要把它錄下來 就是你可譬如 找一台電視新聞 先錄一下 就知道那是哪一天 要不然的話 誰知道那是哪一天錄的 他會說那是很久以前或什麼 而且剛剛那個錄影有沒有 各位你知道他錄音有可能就是 對 阿爸 到底要不要給 也許他就是這樣回來 也許可能錄音有另外一種 因為反正是錄音 也許可能就是我寫好的一個答案 要不要給 要不要給 然後接下來搞不好還會出現 懂不懂 你不知道啦 我的意思說因為很多 所以對法院來講 我剛剛聽到那些 我怎麼會去知道說 到底現場的狀況 那這些都是為了 怕避免會出現像這樣一些的紛爭 如果真的要 婉萍 最後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 因為現在我們又邁入高齡化的社會 那你處理案件 你也常看到有因為遺產出現的一些的紛爭 如果真的要避免這些的話 你最後會給大家一些什麼樣的建議 就是如果說是在意識清楚的時候 你趕快在還年輕的狀況 你有辦法去確認你的財產 然後就直接帶到律師樓 或是說請專業的教他 怎麼樣自書遺囑 然後整個那個什麼要件都要完備 提早做規劃我覺得是最好的 然後如果今天你已經在病床 那這時候可能會運用到其他的嘛 譬如說口授啊 或是說可能要有人帶筆的這種狀況 一定要全程錄音錄音 然後其實我們還滿常建議 當事人有時候會是說 那你可以到法院去做公證遺囑 為什麼 因為你到法院去做 最後如果因為遺產有糾紛的時候 你就會有可以從法院調出這一份嘛 比較沒有爭議嘛 然後你在做遺囑預例的時候 你也可以指定一個遺產管理人 那最後他會幫你協助 把這整件事情處理好 這樣是最好的 OK 那其實剛剛來賓所提到的 都是不希望說看到生前何樂的一家人 如果要是等到有一個先走了以後 會因為財產然後出現各路紛爭 像這樣一些的情形 那而且說實話 財產生不在來死不在去 結果沒有想到帶了一堆的財產在人間 結果遺留下來是更多的紛爭 那不就是更得不償失的一些情形嗎 那剛才所提到所有狀況 提供給觀眾朋友做一個參考 也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的收看 鄭鄭詠詩 我們下次見 拜拜